10月21日,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会议上,古巴代表62个国家做共同发言,强调香港、新疆、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,外界不应干涉。 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,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。 反对出于政治动机,基于虚假信息,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,反对以人权为借口,干涉中国内政。 另外,有3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、联名致函等方式支持中国。 继日前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后,近百个国家再次在联合国发出正义的声音,鲜明表达对中方正当立场的支持,充分体现了公道、自在人心。 少数西方国家基于虚假信息和谣言、谎言、谎言、持续就涉疆等问题对中国攻击抹黑,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。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。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。 他们的图谋不会得逞。 中文字幕提案